好 那以理這邊是有遇到一個案例 有一個女生是胖胖的 可是長了很多的痘痘 又被霸凌 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這邊有遇過一個臨床上 他是 他是他姐姐帶那個妹妹來看 他妹妹來看來看診 他妹妹是從小就是微胖型的 就要放冷 放冷這種 然後到了職場之後 開始工作的時候 就可能也會因為壓力 然後加上想吃東西 比較晚下班 這就大家的故事就變胖了 他在第一年的時候 就胖了大概將近五六公斤 第二年的時候胖了十幾公斤 他就是說他的飲食不正常之外 他有一個問題是皮膚問題 他從小皮膚就可能青春期的時候沒有顧好 他就臉上很多痘疤 然後他到這個職場 剛好他那個職場 他是說他那個職場男生居多 女生比較少 然後他就是變成 他中午要吃便當的時候 那個那些就是同事就有點霸凌 他說他這麼胖了 你又吃飯 你應該要吃蔬菜沙拉 還吃 還吃 然後比如說可能同事在發餅乾的時候 可能就會跟他講說 可能別人都兩塊 他就一塊或是會跳過 說你太胖了 你不要吃 可是有時候這個是一種職場上 一種言語上的霸凌 可是你可能會覺得你一次消遣他 可是他不覺得是消遣 因為對他來講 他 他就變胖了 然後他又被同事這樣子 每天這樣子 每個人都在講 不然就說這個圍你坐起來不適合 就是你擋在那裡 我們要怎麼過 他們在門診裡面講到很多 類似這種問題 然後所以他妹妹就是變成說 壓力大的情況之下 又更想要吃東西 回家之後又躲著哭這樣子 最後受不了的時候 他就講說女生嘛 通常都會覺得 不然我來減肥好了 就開始極端的減肥 不吃東西 他是用不吃東西的減肥方式 喝水 喝豆漿 喝牛奶 他的飲食裡面就只有這樣子 營養素不夠 對 營養素不夠 他本來也沒有很胖 六十八公斤七十而已 很好 就是稍微微胖 可是他的環境 可能周遭都有很多臭男生 所以就會嫌他 這臭男生肚子太大了 就是最後來他就自己減肥 大概減了 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減了二十公斤 從大概六十八公斤 減到四十八公斤 其實明顯的改善 可是他一直覺得自己很胖 還是太胖 他很嚴重到 就是說他回到家裡 他們家沒有鏡子 他後來跟他姐姐說 他跟他姐姐兩個人住在一起 他說不要給我看到任何鏡子 我覺得看了鏡子 我都覺得我很胖 那是不是開始 身心出現問題了 對 然後他從一路四十八公斤 一直瘦瘦 瘦到四十二公斤 一百六十公斤 右瘦 後來說他已經到了 就是四十公斤以下的時候 他姐姐覺得不對勁 就開始帶他去看身心科 他覺得他不想要看 他覺得他自己很胖嘛 他覺得就是一樣 剛剛鄭大哥講的案例 我就是胖 我就是胖 他明明就很瘦 有一次 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那個廁所是那個敦式馬桶 然後他要起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好像瘦到三十八 三十七了 他起來的時候不小心跌倒 骨折住院 然後因為太痠 太痠的女生 其實骨頭也很容易 那個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然後醫生就說 你骨質疏鬆加上 他有一個就是心理障礙嘛 然後又吃了身心科的藥 他才發現說原來他妹妹其實已經很嚴重 他那幾歲而已 他那時候好像在職場上好像三十 三十出頭歲的女生而已 正年輕的時候 對 很年輕 然後就是因為導致他後面厭食症 產生真的很多問題 不只剛剛提到的那些問題 他是真的滿嚴重的孤鬆 了解 對 那另外有一個新聞是有一個 他有百萬粉絲 他是數十網紅 他叫做薩納迪亞特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其實百萬的這個粉絲 他常常會跟他們宣揚 用所謂的生機飲食 就是他們那時候 就是俗稱的裸食就對了 然後要用一種 他們說其實要完全沒有調味的 這個就是原物 我們講說那個叫做原本的食物的樣子 原型就對了 然後甚至你要用這個所謂的固定的一個溫度 去調配他 然後也不能夠過度的調味 就這樣就這樣吃這樣子 後來其實無獨有偶的地方 我們剛剛提到高橋 這個小姐三十歲 是不是在今年七月二十一號 這個期間不是突然猝死嗎 這位百萬網紅 也是在這個時間猝死 可是他是三十九歲 那也不能講猝死 就是在這個時間離世 那時候被那個醫院診斷 就是說他是極度的營養不良 這個時候還給人營養不良 但是他媽媽一直說不是不是 我們女兒是因為禍亂 可是他的朋友說 其實在後期的時候 這個ZANA這個DRT 這個女生其實他的這個狀態 身心狀態也已經不好了 瘦的身體非常非常的瘦弱 然後甚至他的腳雖然瘦 可是是就整個人都非常三比八 腳是痠的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囊腫出現 所以狀態也已經很不好了 三十九歲 這個是他狀態還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是 這個是他後來瘦成這樣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他的骨頭 鎖骨 很少女生說 那個就是最美美麗的鎖骨 好可怕 其實已經近乎骷髏了 那請教素卿 什麼叫裸食 對 一開始大家都說 他是一個素食網紅暴斃了 那他想說素食 素食有沒有什麼風險 結果直接去看就發現 他不是一般的素食 不是我們講的蔬食 TD人會幹嘛 他是裸食 裸食有些比較嚴苛的派系 就剛剛我稍微提到 第一個就是他們吃食物的 原來的樣子 第二個他們不過度烹調 不過度烹調包瓜 不過度調味以及不高溫 所以很多東西 他們幾乎是幾乎沒有烹調就吃了 接下來這一群人 你一開始剛才講素食 他是非常嚴苛的蔬食 就是他不吃肉的 所以你等於想 他是一個只是蛋白質 對 然後是幾乎的那種 連蛋奶這些可能都不吃的 所以他們是非常嚴苛嚴苛的飲食 所以你可以想 如果你這樣長期吃下來 一定會營養不良的 因為你太嚴格 你把它當成類似一個宗教 在做的 你知道嗎 那如果你這樣長期營養不良的話 如果你都吃生的東西 他媽說他禍亂 我覺得也是有不難說 說不定也有可能 但是當你都吃生的東西 你的免疫力這麼差 你其他的感染病一定都會來的 所以不治素食 他是非常嚴苛的落實主義症 那請教劉醫師 這吃生菜會有潛在的影響嗎 有喔 一般來講我們說吃東西 最第一名就是要注意到生菜沙拉 因為生菜沙拉第一個 你不知道他的種植的方式 所以你沒有經過他去烹調 沒有去煮 其實在上面有很多的 不明的微生物 我們之前在感染科就有遇過 他 他都是自己種 那自己種的時候 他去買那個堆肥 他去跟他買有機堆肥 然後自己種完之後 有一天他吃吃吃到最後 他就說他頭痛 頭痛 然後神經科就幫他檢查 發現說奇怪 他那個腦波有點奇怪 結果做完那個電腦斷層 看到裡面像長疑似像腦瘤的東西 就一顆一顆的 結果就轉去給那個神經外科判斷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腦瘤 有沒有需要開刀 結果神經外科就說 那我們就去取樣 切片出來看 結果頭蓋骨一打開 那一顆一拿出來 就一隻蟲在裡面 在腦裡面 還活的 還活的 整隻蟲還活的 不過就是看得到 然後所以到最後轉給感染科 說他就是因為吃了生態沙拉 結果寄生蟲感染 跑到腦部去 所以很多我們在吃這種生態沙拉的過程 其實我們都會呼籲民眾 其實還是要留意 就是說第一個是你的蔬菜 你真的一定要吃 一定要洗乾淨 最好我們還是建議要烹調過 會比較安全 我看今天的新聞是說有一個人 他在腦裡面長了一條一條蟲 然後八公分蟲 蛇的蝴蟲 對 所以像那種有可能 他就是吃生的 不是 他說可能是蛇 熟過後有排泄有腦在採 他可能不洗乾淨 然後吃進去以後跑進去裡面 腦這麼精密 可以八公分 這是怎麼怎麼寄居 他活很久 那條蟲活很久 因為他是找到一個可以開刀的時機 再把它拿出來 不然平常還真不容易開刀 他們通常這種蟲 他不是在他成體的時候到你腦 因為他們其實有所謂的生命週期 所以從他是 他可能你吃進去 他甚至吃一顆卵 然後慢慢從他什麼什麼什麼體 什麼體 然後有有有 然後他的成熟路徑就會跑跑跑 他是在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就進了腦 一路長到八公分 可是我們的腦血管 不是都很細嗎 他如果長到八公分 他亂磚 他亂磚 會亂磚 就是他開始一點小成熟的時候 他會亂磚 他是吃什麼 吃你的組織 所以有一些他 有一些他可能會存活的 就是他還能吃你的組織存活 有一些他就 有一些就是你不是他天然宿主 所以他就吸在裡面 吸在裡面的大腦就像 他就用分泌物把它包起來 所以就是一個鈣化點 有的糖就吸在裡面 有的糖在挖著 所以有時候切一塊 一塊一塊一塊 它又是生腦瘤 結果是切到裡面是糖 因為後來有知道 他裡面有一條蟲 可是沒有辦法開嘛 那為什麼他會去看醫生呢 因為他說常常忘記東西 有影響 常常半生麻痺 這樣子 那所以已經是傷害到 他他的腦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